今天为什么来 今天我就想跟他分手 你想跟他分手 你还舍不得跟他分 我舍不得 不然干嘛他没工作了 我还和他在一块 他老说我不包容他 不理解他 我怎么还不包容你 不理解你 我从青海过去到五湾 想着跟你去找份工作 你用你近一点 然后你又去了杭州 我去杭州跟你在一起 然后为了你辞了工作 现在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你还整天说我 我怎么就不包容你 你干嘛说是因为他呢 是他逼你从青海 回到武汉找工作的吗 我想着就能跟他带去 是他逼你从武汉去到杭州吗 也不是 我自愿的 对啊 你自愿的吗 是他拿着一个刀 或拿一把枪 顶着你脑边说 你要不辞职 我就崩了你吗 没有 是你自愿的吗 他每天在家刀 他说你那破工作 有啥可干的 那你是破工作吗 你觉得 那我也努了他的愿 我也没做 那你就别抱怨了 大佬爷们的 你这样干嘛呀 姑娘 喜欢他是吧 肯定喜欢呀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你喝多了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分开半年了 你给他打电话 他会拒绝你 说实话 我没想过 要是他那天拒绝我 第二天我就 跟一个正常人一样的 上班下班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他那个时候 已经跟别人谈恋爱了 没想过 因为他挺专一的 所以看见没有 他的身上是有优点的 是专一 为什么他一打电话 你就回去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放不下他吗 还是放不下 对 那你今天能放得下他吗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孩我刚刚听到一句话 刀子嘴豆腐心 我想问一下 刀子嘴豆腐心就不伤人吗 其实后来我也知道 有一点伤他 因为男生自身心应该很强 不仅是男生 刀子嘴对谁都有伤害 家庭暴力当中 除了肢体暴力 还有一种叫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就是 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话 刺伤别人 所以即使你再有豆腐心 但是当你这个嘴出去 像刀子一样的时候 再好的爱情 都会被划破的 可能他的确在那个地方 去交际应酬 抽烟喝酒不太对 但是对于你来讲 至少你在那个场合 没有尊重到 他的这个女同事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 挽回你的男朋友的话 不能再这样 以你自己的想法 做出发点了 回过头来我想问男生 你还喜欢他吗 有那么一点换不下吧 但是我现在就说不了 他这个脾气 就无理取闹 但回过头来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是他一定要按照 你的所有的要求来打造 不管他的穿着 还是他的行为举止 还是你喜欢他 是希望照着他 自己的要求来办 就说他按照他 自己要求可以 但是不要做 那么过分就行了 在我的观点当中 一个男生对女生的要求 如果已经到 这么细致末节的程度 好像这个男生 照理来讲 心胸也没有那么大一些 你的最开始的严苛的要求 加上他后来的严苛要求 其实你们都是想告诉给对方 我的爱情是有我爱情的底线的 我的爱情是有我爱情的原则的 那你就照着一个原则的方式 来去商量一下 看看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彼此去保护你们的爱情就好了 不要因为有一点点爱情当中 对方不满足 或者对方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就是说分手 谈分手谈多了会恨伤人的 所以好好想一想 不要轻易地分开 好 谢谢